好 来 我们今天开始 我们今天的第一项的这个利好 到今天晚上的零点 我们就做到了365天没有一天是停机的记录 对吧 不但是一年的这个矿机的发售周期 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肯定和支持 而且为了回馈大家的这种肯定和支持 Flipper和我们一起 365天没有一天是晚于6点钟支付大家的算力 365天全年开机 全天后满负荷运行 没有出现过一分钱的维修费用 没有出现过一天的断电 也没有一天没有足额对付大家的算力的收益 这个是365天我们做到的一个记录 接下去会不会有两个365天 三个365天我们会尽量争取做到 那到今天晚上零点 我们就真的做到了365天没有停机的记录 我们在每一次发售机器的时候都跟大家讲 这个过程很长 长达三年到五年的这个挖矿的周期 这个周期当中可能会遇到高高低低 可能会遇到深深浅浅 跨跨跨漫漫的事情 会遇到熊市 遇到牛市 遇到我们不可抗力的政策的因素等等等等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终于用实际的算力和产出 证明了我们365天没有停机的记录 而且没有收过大家一笔的 一分钱的维修基金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 大家信任我们的 我愿意给大家的回报 因为在我们这购买的矿机 没有收据 没有合约 仅仅的就是一种 我们彼此之间非常朴素的信任 你信得过我 我愿意带着你玩 就是这样一种非常朴素的关系 我觉得反而这样的一种信任 比签什么合约 盖什么章 给你什么承诺 都要牢不可破 谢谢大家 这个是我们一起达成的 这样的一个记录 我们相信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Flipper不会让大家失望 好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事情 我们的365天的记录达成了 我们吹的牛逼已经实现了一个 好吧 第二个消息 要是告诉大家 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泰国的曼谷来跟大家做直播 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工作室虽然说很简单 可是它已经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成为我们在泰国曼谷的一个工作室的一个总部 那往后呢 我们频道将会开启我们的国际化的一个旅程 会在新加坡 会在迪拜 曼谷 包括中亚的一些国家 像这个哈萨克斯坦等等这样的国家 会建立我们的直播基地 只要是它和区块链相关 和数字货币相关 和整个矿业相关的地方 我希望都能够见到Michael的影子 我们把亚洲的基础做扎实之后 我们将会延伸到澳洲 新西兰 加拿大 美国 甚至于欧洲的腹地 我们会把我们的触角伸向全世界 我们的日报 我们的新闻将会是最新的 当天的 当地的 我们有人去采访的最好的资讯 我们希望能够做成真正的 币圈的新闻联播 能够把最及时的 最权威的 最能够清晰的解读当地现状的 这些币圈 链圈 矿圈的新闻事件 能够在第一时间解读给大家听 这是我们第二点 第三个利好要告诉大家的是 现在为止 Flipper拿到了明尼苏达州 关于太阳能电力和用风能电力 来进行数字货币挖矿的相关的牌照 以及政府的补贴和支持 大家知道明尼苏达州 在去年的12月份 就正式开始全州建设高达345千伏的交流电的网络 而且整个州都要进行清洁能源的布局 也就是电能太阳能和风能相关的这种布局 所以能够拿到明尼苏达州相关的这些政府的扶持和支持 但是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Flipper在背后的资源是非常通达的 大家也知道如果说要进行电力的这种转换 要进行从煤炭的火力发电到风力到太阳能电力的发电 对那么这个发电成本很低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大家知道在哪吗 在于存储的成本 存储的成本是高于它的发电成本的 因为我们的矿机是24小时不能够停机的 每一天都必须要挖矿 那么风能和太阳能它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有的 对吧所以它必须要进行足够的存储 存储之后再进行功能 一边发电一边存储一边供电 这就是风力和太阳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所以为什么能拿到相关的这种政府的补贴或者是支持 就是因为这部分的成本很高 如果政府不把这部分补贴掉 那么不会有能源企业 不会有这种企业愿意来进行这种新能源的这种尝试 对吗 所以我们决定把俄克拉荷玛州的矿场暂时关闭 搬迁到明尼苏达州 搬迁到明尼苏达州之后 大家的电费有望下降 这是我们的第四大利好 我们可以从四毛八直接降到三毛八的电费 我们直接降了一毛钱 人民币 直接降了一毛钱的电费 这一毛钱 大家不要小看这一毛钱 你知道这一毛钱 一台S19举例 这一年能给你省出来460美金 我们一年能帮大家节约460美金的电费收益 第五一点 就是我们在搬迁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需要把机器下架 清灰运输 然后再进行检测 维修上架 这个过程满打满算 也就是不会超过35天的时间 我们会需要35天的时间 来从现在的俄州的矿场搬到明州去 需要35天的搬迁时间 整个打包重新下架 清灰运输 检测 维护 维修 上架 需要35天的时间 也就是说 我们从今天 我们三天直播完之后 可能7月7号左右 我们就要全部关机 我们的机器要全部关机 进行搬迁 搬迁过去之后 上架之后 我们的电费就开始按照 三毛八一度来算 现在来关机是最好的时机 所以我们直播完之后 7月7号 我们就会整体下架 大家所有的机器 我们统一迁往明尼苏达州 然后用清洁能源 享受三毛八一度的电费 好 这是我们第五个这个利好 好 我现在告诉大家 下一个利好 是让所有人都可以 惊掉下巴的利好 为了弥补大家的这部分损失 为了让大家不产生搬迁过程当中的损失 以及我们之前承诺大家的电费倒挂的这部分损失 在比特币的价格没有到达4万美元之前 所有在Flipper购买机器的朋友 所有这一次统一搬迁的这些所有的机器 统一 统一由Flipper和币链团队共同补贴大家的电费 再次下调电费 比特币到达4万美元之前 电费按0.29收取 就是2毛9的电费 只收大家2毛9的电费 一直挖到比特币到4万 恢复到3毛8本来应该的价格 2毛9的电费 S17都开机了 同学们2毛9的电费 S17都正向有零力了 然后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 如果说是 比如说我的电费欠了10% 我的电费倒挂有10% 我35天没有产出 如果按照现在币价2万美金不动的情况下 我上线 我35天上线 我只要能够挖74天 我就能把我倒挂的那10%的损失 和这35天没有产出币的损失 完全追平 只要74天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熊市还能不能趴74天 如果它能够延74天 你赚得更多 如果它到4万 它明年才到4万 就明年电费才回到3毛8 好吗 相当于什么呢 相当于2毛9的电费 相当于你之后的每天的成本支出缩减40% 也可以理解为你的币本位的产量 每天多增长了40%的收益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款超低的机器 史上最低价的机器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们先说哪一款呢 先说19吧 一款19 一款19 Pro 19 95T的这个算力 好吧 95T的算力 19 Pro呢 是110T的算力 不卖关子了啊 直接告诉大家 S19 95T 功耗是3215瓦 机器的价格是3474U 3474U 有个74是因为7月4号是我们的周年庆 所以3474U是裸机的价格 那么这台机器呢 现在为止按人民币来算 按6.5的会议来算 大概是22581块钱人民币 相当于回到了前年大饼 还没有涨之前的这个矿机的价格 可以说是史上最低的矿机价格了 22581人民币 3474U一台 那这个机器呢 要加上预缴的三个月的700U的 电费和机位费 总价就是4174U每台 这是S19的价格 好吧 所以现在为止4100U 还要含三个月电费 目前为止已经是超低的地板价 再加上矿场补贴了价格的 这台机器的发售截止时间 7月14号 我们希望这个月都能是这个价格 但是我们目前为止 可以保证在7月14号 让大家拿到这个价格 好吗 先到先得 好不好 然后会员和非会员会有一点区别 就是会员朋友我们不限购 当机器价格这个吃紧的时候 机器数量吃紧的时候 我们会优先满足会员朋友的申购 非会员朋友我们会往后演一演 搬迁期间交电费吗 交啥电费 搬迁期间都机位费都不用交 还交啥电费 搬迁期间没有任何的费用 你不用交机位费 不用交电费 你的搬迁的成本 清晖的成本 维修的成本 运输的成本 包括这个机器上架的检测的成本 都是由矿池来承担的 好吧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 一个购买矿机的问题 可以加诗作的微信 B联合在首字母9938 或者加Amy的微信 老客户可以直接和Amy聊 CHIA5523 就是Amy的微信 好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晚上八点钟 记得来和Flipper的大boss来聊天 明天见 拜拜 拜拜